什么样的人会创业呢 有理想有梦想的人会创业 这现实不满的人会创业 特别说想法 想自己制定规则的人想创业 不不不 我一会儿开工了 在我的身上没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他非常的热爱艺术 没有什么资格 我相信就是 每一个人的身上 他都有很多未知的潜能 未被开发的潜能 这些潜能或许在常态下 它是不会释放出来的 你自己也看不到 只有在很极端的环境下 在很艰险的条件下 他才能够被激发出来 这种被激发出来的潜能 是会让你自己都感到 非常的意外和惊喜 每个人他在事业上 或者在生活中 他都有孤独的时候 他都有不被理解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只有两条路可以选 一个是坚持 一个是放弃 如果你放弃了 那你就和绝大部分人一样 如果你坚持了 不一定你能够到达彼岸 但是你坚持的过程 同样值得别人尊敬 当你在坚持做的时候 那个结果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你所有的收获 你的感悟 你的体验 是在你每迈出的那一步里面 你都会体会到 是在你每一步的坚持中 你能够体会到